不好 怪兽又出现了 小赛罗 小泽塔 小格力桥 你们快点离开 爸爸 我不走 我也不走 我还想看你们打怪兽呢 孩子们 你们要听赛罗叔叔的话 在这里太危险了 光之小镇突然出现很多怪兽 大家都去执行任务了 现在只剩下赛罗和泽塔 泽塔你顶住 我先把孩子们送出去 好的 师父 孩子们 你们要听话 你们在这里我们无法发挥实力 那好吧 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你们站稳了 我开始发功了 赛罗奥特曼开启传送阵 小奥特曼们在光芒中消失了 泽塔 接下来我们要大战一场了 没问题 泽塔爆发光之能量 怪兽被打飞了 还不错嘛 现在该我了 赛罗也爆发光之能量 他把剩下的怪兽也打飞了 可是又出现更多怪兽向他们跑来 而赛罗他们的能量已经不多了 师父 我们能量不多了 现在该怎么办呀 现在没有人给我们光 我们使用近战 节约能量 赛罗拿出光之剑冲了上去 师父我来了 泽塔也拿出光之剑冲了过去 此时的小奥特曼们被传送到了学校 赛罗爸爸和泽塔叔叔要打那么多怪兽 他们的能量肯定会不够用的 我们一定要做点事情帮助他们 小赛罗 我们这是要去哪里啊 我们去查查监控 看看这么多怪兽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你们看 怪兽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那辆车肯定有问题 我们去看看 小赛罗激活奥特勋章 带着小格力桥和小泽塔一起出发了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怪兽汽车 我先去把门关上 不然还会有怪兽跑出来 我们一起摧毁它 他们爆发光之能量 然后一起向汽车发射奥特光球 好像攻击对它不起作用 不过我还有其他办法 只要把它扔走 应该就不会出现怪兽了 小赛罗用尽全力 直接把车扔回了怪兽星球 而此时的赛罗和泽塔已经耗尽了能量 大家一起冲上去 突然 怪兽全都消失了 爸爸 爸爸 泽塔叔叔 你们怎么样了 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怪兽们都去哪了 怪兽 怪兽已经被我们赶走了 你们太棒了 真为你们感到骄傲